大家好,我是可嘉妈妈,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里每天分享各种实用的养生知识 希望能给您带来健康 如果觉得本视频还不错的话,请给我点个赞加订阅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俗话说,气血不足百病生 中医认为气血是维持人体正常生命活动的必要因素 如果气血不足,肌体就会受到影响 全身各处都会有不同症状的反应 特别是女性朋友 如果身体出现以下这几个症状,多半是气血不足 那么我们就要及时不气血了 第一就是掉发严重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会出现掉头发的现象 特别是对于女性朋友,洗头的时候那是一大把的掉 并且头发干枯,发黄开叉 主要是因为气血不足 头发得不到血液的滋养 就会出现干枯发黄,掉发等现象 第二就是皮肤发黄,长斑,长皱纹 对于气血不足的女性来说 皮肤会失去弹性和水分 特别的干燥,脸色也会暗缓无关 毛孔变粗大,长出一些斑点和皱纹 那也是因为血液不能够滋养我们的皮肤 血液循环不畅才会导致 特别的显脑,就成了别人口中的怀念婆 第三,双目无神 当休息不足时,眼睛就会出现红血湿 干涩 看起来要比实际年龄10岁也不止 第四就是四肢冰凉 特别是冬天手脚冰凉,根本睡不暖 第五就是失眠多梦 平时夜里睡眠特别的困难 半夜还容易醒 那如果出现以上的症状的话 我们就要开始注重补气血了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道 对于补气血非常有效果的养生美食 我们一起跟着视频来了解一下 首先我们来准备半个苹果 苹果它是一种营养价值特别丰富的水果 适合所有人食用 其中铁原素含量特别高 身体出现铁 就会造成血红蛋白内部的二氧化碳 以及氧之间的结合和流动 无法顺利的进行 就会造成无法正常造血 出现缺铁性贫血 而苹果当中的铁原素 可以起到很好的改善铁的情况 促进达到补血作用 苹果当中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 维生素C在我们的身体内能起到重要的作用 体内维生素C足够的话 可以延缓皱纹的产生 可以使皮肤变得更加的光滑细腻 而变得红润起来 苹果我们只需要半个 把它清洗干净 不需要去皮 去除果核就可以 切成像这样的苹果丁就行了 接下来我们再来准备适量的红豆 大家需要注意红豆是这种胖嘟嘟圆鼓鼓的 而不是那种细长条的 细长条的那种叫做赤小豆 那种主要是去湿为主 而这种红豆它的营养价值非常的高 能够达到帮助补气血的作用 可以起到沥水消肿的效果 在日常中 吃红豆可以补充身体的气血 有非常好的美容养颜的效果 因为红豆中含丰富的糖类和蛋白质 而且还存在大量的铁元素 因此在平时吃红豆的话 能够帮助补充身体的气血 特别适合在贫血的时候食用 女性朋友更适合吃一些红豆 对脾胃也有很好的织布效果 接着我们再来准备适量的燕麦片 燕麦它是一种营养丰富的健康食品 是骨类当中营养价值最高的骨物之一 经常吃对健康有益 而且它也适用于任何人群 燕麦中的蛋白质含量特别高 含有必须的氨基酸和奶氨酸、色氨酸等 燕麦中的脂肪含量很高 主要是不饱和脂肪酸 燕麦中还含有丰富的上食纤维 尤其是可溶性上食纤维 蒲聚糖有助于改善消化 促进肠道蠕动、缓解便秘等 此外燕麦还含有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 如钙、铁、维生素B群和维生素E等 具有维持正常生理功能 提高免疫力和抗氧化作用 经常吃一些燕麦片 还能够降低血脂、降低血压 调节血糖、改善便秘、增强免疫力等 特别适合一些老年朋友吃 不仅可以稳定三高、控制体重 还可以达到补钙、补血的效果 接下来我们再来准备几克的三肾肝 从中医上讲三肾乳肝、圣经 主要是用来滋补肝血 而有很多的女性朋友都存在气血不足 也可能是存在贫血问题 适当的去吃一些三肾肝 可以提高我们机体造血、激能 能够起到很好的补血作用 达到美容养颜 辅助抗衰老的作用 三肾含丰富的维生素C 这是一种很强的抗氧化剂 能够起到延缓细胞衰老的作用 经常用来泡水喝 或者是直接干嚼 还可以用来煮粥 能够起到很好的美容养颜的作用 还可以达到补肾气的作用 三肾肝对于补肾气 还有耳鸣、虚发皂白 都有一定的预防和治疗的作用 经常吃头发也变得乌黑的亮腻 还能够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因为三肾肝泡水喝 它能够降血糖降血脂 含有丰富的压油酸 可以帮助防止动脉血管硬化 三肾肝我们用剪刀 把它剪成小块一些 接下来再把准备好的食材 全部倒入砂锅中 剪好的三肾也一起搭进来 再加入适量的清水 然后开大火煮开 转小火慢煮40分钟 制作视频不易 亲爱的朋友们 一个小红心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 但对我来说可以让我高兴的睡不着觉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就麻烦您帮忙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吧 辛苦大家了 打开盖子 我们就可以看到里面的颜色是非常有食欲的 而且苹果煮过之后 还是软软糯糯有一股果香味 这道粥不需要任何的调味剂 它非常的湿滑 绵软 好喝 我们可以把它当做早餐来吃 既可以饱腹 还可以养生 对于身材管理的人群也是非常适合食用的 中老年朋友吃的话 还可以起到保健养生 也年益瘦的作用 女性朋友隔山差五煮一次来喝 脸色慢慢变红润了 连斑点皱纹都消失不见了 皮肤变得白里透红 而且让你瞬间变年轻十岁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